好,来到了我们的最后一堂课了 大家有没有觉得有一点感伤呢? 但是四之四也终于要结束了哦 所以今天啊,老师这一堂课会跟大家把四之四最后一个比较困难 然后比较需要讲解的部分带大家一起来看 也就是植物的光周期 这是四之四最后一个比较你可能需要老师引导的部分 那四之四后面还有一些跟植物防御有关的东西 同学自己就是可以自主学习的了 OK,那我们就进入影片的部分咯 上次是不是讲到四之四 然后跟你们介绍到一个光明素的东西 然后你们还记不记得 我现在是前情题要帮你们复习哦 就是光明素有分两种形式 一种是有活性的,一种是没活性的 有印象吗? 那有活性的这一种光明素就是它可以感应光 然后促进一些跟光有关的 喜欢光的事件 比如说幼苗的生长 它就会长得比较绿 因为它会有叶绿体 然后叶子会打得比较开 这是光明素的刺激 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喜欢光的种子 如果是光明素是有活性的 那这个种子就会萌发 然后最后我就跟你们提到了光周期 那光周期其实也是跟光有关 然后我上次有跟你们讲 其实所谓的周期就是它一天之中 它会有白天晚上,白天晚上,这样才叫做一个周期 所以如果是在北极,它是那种永昼 它会有永昼或永夜的地方 它就没有所谓的光周期 这个是基本常识 就是你要先知道所谓的周期 就是它是一个循环 然后昼夜昼夜这样子 那对花来讲 我现在知道说 从夏天变成秋天 我怎么可以知道呢 就是那个光昼夜昼夜的那个长短 它的节奏改变了 本来昼长夜短 它开始变成昼短夜长 这样可以吗 那这样子的事件 好,你自己可以写一下 因为课本上面并没有特别的澄清 你可以写在课本149页 写在光周期那个黑体制的旁边 也可以写在我的讲义上面 就是这样子一个周夜周夜的切换啊 它一定不能只是一天 它可能要这样循环个几天 那对这个植物来讲 它才知道说 哦,真的秋天来了 它不会才一天光突然改变 然后植物就瞬间开花 你想想你知道不可能 所以它可能是来个三五天 它发现说 诶,这三五天的光周期 都是我要的那个tempo 然后它就知道说 哦,秋天来了 然后它才会开花 所以这边的光周期 同学自己写一下 它也是要需要几次 对的周期 对了它才会开花 那它自己就会设定一个 它自己所谓的临界点 这个临界点就是 周期到达某一个它要的tempo 然后开花,决定开不开花的一个 的一个它自己的停损点就对了 那这个临界点 我们就把它叫临界日照 上次是讲到这边吗 那好,我上次就跟你们讲 如果说临界日照啊 你自己想想看 如果临界日照是十小时 比如说对菊花来讲 十小时是我的一个太阳的上限 如果照超过十小时 对我来讲就是照太阳照太久了 就是还是夏天我就不喜欢 所以我一定要临界日照 小于十小时我才会开花 比如说菊花是这样 那它的临界日照就是十小时 好,这个那我问你们哦 如果临界日照是十小时啊 你可以换一个角度想 那它的临界黑暗会是几小时吗 十四 对,非常好 因为一天就是24小时 它是这样交错交错 所以如果我定了说 我对喜欢光的时间是十小时 它其实相对它在暗示你 另外一个就是我没有讲 但是你自己要算得出来 就是临界日照如果是十小时 那它其实暗示的就是 那它想要的临界黑暗是十四小时 这是你自己要先有一个这样的概念 那我上次就跟你们讲说 所以植物我把它分成这三种 区分分成这三类 用它对于光 它的它到底喜欢日照比较长 还是日照比较短 来决定自己开不开 我们就分成这三类 然后长日照植物它的定义就是 它想要接受的那个光 要长过它的临界点吗 短日照就跟好相反 中性日照就是没差 那这边的例子你完全不用背 同学不用紧张 因为考试的时候 它一定会跟你讲说 比如说它会说 大豆是一种短日照植物 它怎样怎样怎样 巴拉巴拉巴拉 它一定会先讲 所以你不用特别去背它 那上次就弄了这样子的两个图 让你们去判断 所以你看假 临界点在这边是这条虚线 那它的黑暗小于临界日照 那同学会说 老师它这边写临界日照 那我怎么知道它的临界夜晚呢 那你不要管它 因为临界日照 其实它暗示的就是临界夜晚 它的相对就是临界夜晚 所以它其实就是告诉你说 这是它的一个临界点 那这个植物你会发现 它的日照超过临界点 它会开花 日照小于临界点就不开花 如果你用甲跟乙 这样子看的话 你会发现说 那这个植物它应该是一个 喜欢日照比较长的植物 也就是我们讲的长日照植物 那这边应该还OK 好 可是再来我们看临这个图 临这个图 再看这下跟乙很像 可是它多了一个处理 同学看一下它在这边 它把它的黑暗中断了 它在它一段连续的黑暗时间中 给它一点 照了一小段时间的光 可能比如说半小时的光 十几分钟的光 比如说是这样子 这是临 它做的这样处理 结果你们来猜它会不会开花 不会 不会 我这样问感觉就是不会 但是你看哦 你这样看你觉得乙是不开花吗 那如果我要长日照 对丙来讲它还是没有长日照啊 那照理说它应该要不开花 可是科学家做了这样的处理以后发现 蛤 丙竟然开花了 我想说啊啊啊是怎样 所以他们又做了丁 另外一个实验 丁的这个实验一样哦 它一样 看起来它应该是跟蚁一样 它是蚁跟丁 一个是实验组 一个是对照组 那丁的这个 它是做了另外一种处理 它是把它的日照时间 在日照里头 有一小段时间弄了黑暗 结果呢 它不开花 好了 那我现在要你思考30秒 你蚁丙 先看蚁丙 因为蚁丙他们可以一个是实验组 一个是对照组 然后你再看蚁丁 你再看蚁丁 然后你再去想一下 为什么它会这样 有想法可以说吗 蛤 有想法了可以说吗 可以 就是可能对于有日照的周期 它可以比较弹性 就是你可以 可以照多一点阳光没关系 但是你不能少照那个亮的阳光 所以丙才会开花 定不会 我的推论是这样 连续黑暗的时间跟连续光照的时间 差别 现在目前两个讲的还有大家在下面回答 其实都有都是合理的推论 其实都是合理的推论 那科学家一开始不知道 他不知道是怎样 但是蚁丙 蚁丙这样子看完 你会发现如果啊在黑暗的时候做了一些手脚 黑暗的时间被动了手脚 会影响它开不开花的结果 本来蚁是不开花的 可是黑暗时间动了手脚 就它就被影响它就开花 然后相反哦 如果你看蚁跟丁 蚁跟丁一样 一个是对照组 一个是实验组 然后你这时候换成是在光照的时间动手脚 那光照的时间动手脚 结果它的开不开花的结果没有受到影响 所以那时候它光这个实验 它只能下一个结论 你们刚刚讲都已经是推论了 那我先讲这个实验的结论 它这个实验的结论是说 真正影响开花的因素是黑暗的时间 而不是光照的时间 因为你会发现光照有没有改变 不管多长多短 都不会改变它开不开花的结果 可是黑暗的时间改变了 就影响它开不开花的结果 好 那这样子讲还是听不懂的话 科学家想说 我们本来一直都讲说 这些植物叫做长日照植物 是因为我们都一直站在光明的那面想事情 可是现在要你相反哦 要你反过来思考 就是换个角度想 你变成用黑暗的角度来想事情 所谓的长日照植物 你要把它想相反 它其实长日照也就是短页的意思 好 请你现在写起来 我上次说植物有分三种嘛 长日照植物 你现在在它旁边帮它写 它又叫短页植物 如果用光照的角度想事情 你发现无法很顺畅的想下去 你的甲乙比丁那四个东西 你用光照的角度想 想不通的话 现在你就要变成换一个角度想 那你就要逆向思考 你变成用黑暗的角度来想 然后你把长日照植物 你把它相反 想成短页植物 那短页植物 我们就要把它的定义改一下 同学自己看一下 短页植物啊 刚刚说长日照 是说它有一个临界点 要超过日照吗 那短页植物就相反 它变成它有一个黑暗的临界点 然后是它的连续黑暗 要短于临界黑暗 这样可以吗 好 然后第二种 如果是短日照植物 那就变成相反了 它其实就叫长夜植物 短日照就是长夜的意思 所以它的定义 你也要把它重新定义 换一个角度定义 变成它本来是日照 要少于临界日照 那因为它是长夜 所以你就要相反 变成连续夜晚 要长于临界夜晚 那如果这样子的定义 你可以接受的话呀 我们回来看 甲乙丙丁四个图哦 我们回来看这个图 刚刚甲 因为你是把它想成长日照植物 它开花 你觉得很合理 那你现在把它甲 你不要把它想成长日照植物 你把长日照植物 想成短夜植物 你现在甲 把它想成短夜植物 好 所以它的夜晚 要短于它的临界点 你来看甲 它的夜晚 有没有短于临界点 有 所以它开花了 亿 对这个植物来讲 它是短夜植物 所以在亿的这个处理 它的夜晚没有短 没有短 所以它不开花 再来你看丙 它应该要短夜 那它现在有没有短夜了呢 你看丙 你发现有 因为它的夜晚 本来好像很长 可是它中间被打断 那对它来讲 它的一段黑暗的长度 就只有这一小段 它是一个小小的夜晚 一段小小的夜晚 然后就光照了 所以在丙的这个处理 对这个植物 它的感觉会是什么 它就是夜晚短短 然后就第二天 然后又夜晚短短 又第二天 那如果是这样子弄的话 它就会以为说 它要的那种季节来了 可以吗 所以像丙 它实际上是短夜的 那短夜OK 它就开花 然后最后你来看丁 丁 它要的是短夜 可是它的夜晚 一段连续的夜晚已经超过了 它还是长夜 那它就不开花 这样子可以吗 我同学就看一下 所以你必须要知道 每一个植物它的临界点 可以吗 那这边有一张图 这个也是课本的图 它在课本150页 你可以翻到150页看一下 它的横坐标就是它的 因为现在跟你讲说 你用光去思考 好像有点想不通 然后后来才发现说 对植物来讲啊 你真正刺激到它的哦 其实是黑暗多久多久 然后有光 黑暗多久多久有光 所以那个黑暗光 黑暗光的才是一个 它感受的睡觉醒来 睡觉醒来的tempo 所以我们用黑暗的角度去看 那它这边就把它写成 连续黑暗的时间 你在看这个图的时候 你要看它的横坐标是什么 重坐标是什么 连续黑暗的时间 它用小时来当单位 然后呢 重坐标同学看一下 它是用开花率 那我上次上课最后 有跟你们讲说 其实我们在讲一个植物 开不开花 它不可能 我们说哦菊花开了 然后就是100朵菊花 100朵都开 一定不可能到达100% 因为一定会有一些怪卡 所以其实只要超过50% 我们就可以视为 哦大部分的菊花开了 我们就会口语上面 就会说菊花开花 所以我们所谓的开不开花 其实就是开花率 超过50%的意思 那这边你看它重坐标 它就把50标出来 因为50就是一个它的 判断有没有开花的 一个切割点 对吗 那今天有一个植物 它开花画出来的线 是这个样子 那你会发现在6小时 7小时 8小时的黑暗 它都还不开花 可是似乎到达某一个转折点 就在8跟9之间 它好像达到了某一个 它自己的基本的设定 也就是它的临界点 它突然开花率就会暴增 然后这样子一直上去 然后就几乎可以到达百分之百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把它的 临界点切出来嘛 所以这种植物呢 其实就是它会有一个临界点 然后夜晚超过那个临界点 它就可以开花 那超过自己临界点会开花的 就是长叶植物 这个就是长叶植物 比如说羊带来 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把它的开花率 50%的这个地方先把它切出来 然后找它的临界点 那你会发现它的临界点 其实就是9小时 那你说这个9小时是什么呢 这个9小时就叫它的临界黑暗 也可以叫临界夜长 就是它黑暗的那个临界点 那你在描述羊带来这种植物的时候 你要怎么讲它 你就可以说羊带来 它这种长叶植物 它自己的临界黑暗 是9个小时 我如果超过9个小时的黑暗 我如果连续给它黑暗超过9个小时 它就会开花 那这边的就会开花 并不是说百分之百 并不一定要百分之百啦 应该是说它的开花率 就可以超过50% 到目前为止可以吗 这个逻辑要有一点清楚 你头脑不要变成打结 然后这边哪有一个小陷阱 就是这里哦 我忘记是哪一年 它就考说 长叶植物就是随着日照越长 开花率越高的一种植物 你们觉得这句话对吗 日照越长 开花率就越高 诶不不不 对不起 讲错了 长叶植物是夜晚越长 开花率越高的植物 这句话对吗 因为如果整天都晚 整天都夜晚的话 还是一样断不开 对 这是第一个很好的地方 就是如果整天夜晚的话 它是在永夜 那它也不会开花 它还是要有一个tempo 然后再来就第二个 它过了一个临界点之后 它的开花率就大概 就已经到了一个大概的位置了 就不会再显著的提升 对对对 它会有一个饱和 所以刚刚怡晴有讲 它会 你看从10小时 11 12 13 反正它过了那个临界点 它要开就是开了 所以你黑暗再长 它也大概就是百分之百 然后不开的大概还是不开 可能就那一两朵不开 然后再来你看这边 你来看左边这一段 你6小时7小时8小时 它也是夜晚有越来越长 问题它还是不开 所以长夜植物 你不能说夜晚越长越会开 这样是错的 它并不是一个线性 线性然后正比什么正相关 它其实不能这样子讲 它会有一个切割点 所以我们要去抓那个切割点 那这边其实没有很难 就是你要会抓切割点就好了 然后你看另外一种相反 所以我红色这条线 它就是短夜植物 比如说菠菜 那短夜植物它一样 它会有它自己的临界 临界你一样是从50%这边 帮它切下来 你会发现菠菜它的临界点 临界黑暗就是10小时 那菠菜就刚好相反 就是黑暗小于连续的黑暗 只要小于10小时 那我就会开花 所以这种小于夜晚比较小 小于临界点的我们叫短夜 夜晚长于临界点的我们把它叫长夜 所以它把植物分成这两种 那你这样子全部看完 你甲乙丙丁看完 你就会发现甲跟丙它们都叫短日照 也就是它们两个都叫做长夜植物 可是甲跟丙 它们两个的临界是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考试的时候问你说 临界点一定要是几小时吗 没有 临界点没有固定 每一个植物它自己的临界点不一样 这个是你第一个要知道 你自己可以写下 每一种植物的临界点不一样 然后临界点也不一定要切在12 有同学会以为说12就叫做一个中间 中间所以是临界点 然后超过就叫长短 与就叫短不是不是这样子的 它会长会短是从头到尾都是跟自己比 可以吗 好那我把它举成生活画的例子好 我这样讲大家都快要睡着了 你自己想想看 我现在问你们 你们自己有期许 自己我觉得我一讲又有人要被吐槽 你们自己期许自己要在几岁以前谈恋爱 还是几岁以后才能谈恋爱 自己有没有这样子设定自己过 我们不要问吴承伟哦 大家都知道他已经谈了N场恋爱 好爱上的题目了 几岁以后才能谈恋爱 我还在蒙那个 好 我还在蒙那个 我还在蒙你 陈一琦说她是几岁前要谈恋爱 所以你们觉得她是属于 她的临界点就是几岁 那她的静观才以前谈恋爱就好 那她到底是小于临界点还是超过临界点 她是小于临界点吗 她如果临界点是静观才 她只要小于临界点 那她这种也叫短日照 可是吴承伟 吴承伟是国中以前就要谈恋爱 那吴承伟的临界点是国中 然后她要国中以前 那她也是短日照 可是有的人没有这么闷骚啊 有的人觉得超过就叫冥婚 有的人是好我们比较乖的孩子 比如说不好说 好有些比较乖的孩子 她可能觉得我上大学 我高中先乖乖念书 然后我上大学再来谈恋爱 所以我的临界点是大学 我要超过大学我才可以谈恋爱 那她这种就叫长日照职务啊 她是超过 那你会发现每一个人的临界点不一样啊 吴承伟是国中 陈一琦是棺材 然后乖宝宝是大学 所以不一定 我们跟自己比就对了 最后这个地方啊 因为光周期你听完老师讲 然后你可能对于那个 临界夜长 临界日照 这些东西 你还是有一点 不是那么的清楚 因为这毕竟是你第一次听 所以其实这边老师提供了 四个不同 都是在讲光周期 你怎么判断植物开不开花的影片 同学自己可以去看哦 这都是不同的老师讲解的 那如果你觉得说 诶你听若杰老师讲的 你觉得不是很能够理解 那也没关系 你可以去参考其他老师的讲法 说不定可以帮你更加深你的印象 那最后最后 因为我们已经是最后一堂课了 那当然现在疫情期间 老师还是要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我们毕竟生物的东西 我们还是要聊一聊 就是跟我们新冠肺炎有关的一些新知识 所以这边呢 老师放了一个 我觉得近期内 它是比较中性 比较客观 而且它就是在讲解 疫苗的一个影片 那同学也可以自己点来看哦 它只有七分钟 但是它可以让你比较了解说 疫苗这一回事 OK 那就拜拜咯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拜拜